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冤枉哪 杨是自己从山谷里跑出来的 小人只不过是顺手迁走而已 有人求见 大人 小的来领赏 这是贼的儿子 是他搞发了父亲 这就叫正直 在孔秋家乡 正直却不是如此理解 那是怎么样的 孔子决定到偷羊贼家里看看 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 我 我真的好回声啊你 我只是顺手牵走了羊 你居然告发我 我没有错 咱们分家吧 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 请让开 我真的好回声啊你 大人啊 您得做主 我们好端端一个家就要完了 这件事 父子都有不妥 父亲犯了错事已当纠正 但是您应该维护家庭的和睦 家庭才能果心 对啊 对啊 对对对 他们家小儿子回来了 哦 哦 二位大人好 我的父亲的确是偷了羊 小人急得不得了 还苦苦的劝他归还 你做的非常正切 没想到 大哥跑去告了父亲 小人更加的着急 便去寻找施主 想赔偿对方 娘是他的呀 是他的 这位少年很孝顺 你愿意原谅他的父亲吗 姑娘 请恕罪 都怪我鬼迷心笑 老伯快起来 应该感谢您的小儿子 是他帮了您 我不该贪图赏赏赐 家人之间要相互帮助 纠正小错 狡化为主 才不会酿成大错 哎呀 说的对呀 是对呀 这位先生说的好 看来 先生您比我高明的多呀 有机会 我一定向楚王推荐您 多谢爷公 孔子认为 一个家庭实现了人 推而广之 全国就都可以实现人了 这就是治国 哦 谢谢观看